今天我很开心 因为我们又收到了来自海盗船的很多好东西 每一次我们收到这种最新的前沿的产品的时候 你们也应该高兴一下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也有福利啦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海盗船的这几款新品吧 今年海盗船主打的应该就是这个无线啦 你看咱们这一次拿到的这几款产品 全部都是为无线而生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K63 Wireless无线机械键盘 和配套的一个Gaming Lapboard K63 Wireless顾名思义就是无线版本的K63键盘 它基本保留了K63的各种特点 都是87键的短键盘 都是Cherry红轴限定 都带钢板 但是最骚的是 K63 Wireless把K63的跑马灯也给留下来了 登场毕竟是登场啊 一个靠电池驱动的键盘 哪怕不惜影响续航 也要把家族传统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呢 它比有线版的K63多标配了一个掌托 这个掌托我们在K68里讲过 类伏材质的能给你带来一些支撑 当然K63 Wireless最重要的一点还是 它是一个无线机械键盘 那么把线给剪了之后呢 肯定不会像无线鼠标那样 给你带来一个手感上的飞跃 那个是无拘无束的 这不可能 无线键盘更多的意义应该是在于便携性上的 比如说呢 你可能可以更方便的带去网吧 对吧 带去出差 虽然说我觉得好像带去出差的人应该不会很多吧 那么它的无线支持2.4G和蓝牙两种模式 支持蓝牙倒是不错 意味着你可以在iPad等移动设备上码字了 不过海盗船走的是另一个思路 客厅游戏 那么旁边这个Gaming Lapboard 就是专门为K63 Wireless设计的一个客厅建树支架 你可以把它垫在你的大腿上 底下是软软的海绵 上面有一张鼠标垫 左边这一块就可以塞进K63 Wireless了 再配合一个无线鼠标 你就可以在客厅里躺着玩游戏了 我们俗称躺赢对吧 但如果打得不好的话就是躺枪了 客厅无线外设解决方案 海盗船这个思路还是挺有意思的 毕竟海盗船的目标客户 往往无独有偶 他家里还正好有一个大电视 你说巧不巧 然后往往无独有偶 他家里还有一台高端PC 你说巧不巧 那么对于这些土豪来说 我们这一套客厅外设就非常实用了 除了Lapboard和K63 Wireless之外 海盗船还带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无线充电方案 来看一看Dark Core暗影鼠标 和MM1000无线充电鼠标电吧 这个Dark Core鼠标采用了人体工学的设计 可以更换侧群支持2.4G和蓝牙 两种无线模式支持RGB 不过这个鼠标最大的特点还是无线充电 用的就是这一块MM1000鼠标电 无线充电方案我们之前都见过不少了 但是海盗船有一点不一样 它觊觎的是QI协议 也就是说这个无线充电鼠标电不仅能充鼠标 还能给你的手机充电 这一点相比我们之前测过的另外两家方案 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吧 我们把手机放到这个圈上就可以顺利开充了 充电的速度取决于充电口 那么考虑到电脑上的USB2.0电流感人 我觉得可能还需要配一个充电头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不过能给手机充电的话 我倒是希望海盗船能再出一个大一点的电子 毕竟现在这个大小我手机一放 我感觉给鼠标留的空间就比较有限了 此外肯定也会有观众好奇 如果我的手机不支持无线充电 岂不是就用不上这个电子了吗 其实海盗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赠送的配件里就带有一个有线转无线的接头 长得跟个钥匙一样 并且还搭配了多种转接头 你可以用它来给普通的设备充电 不过这个小配件我实际使用下来 感觉并不适合给手机用 毕竟本来鼠标垫的空间就有限 那么在背这个手机和这个小玩意儿一转 基本上就用不了鼠标了 我觉得这个小配件最适合的用途是什么呢 你们仔细看它的背面竟然是带脚垫的 那么你这下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 这玩意儿可以拿来给其他家的鼠标 无线充电啊 你看完美契合啊 要用的时候直接可以用 没电了就往右上角一靠 你看海盗船真的是良心啊 连竞争对手的产品也可以在这块电子上随便充电 对吧 那么除了无线充电之外呢 这个鼠标垫还提供了一个USB Hub 可以用来接无线鼠标的接收器 当然撇开这些功能 MM1000本身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硬电吧 底下做了防滑橡胶 表面微纹里的设计 用起来感觉滑滑的 跟我平时用的这个软垫确实有点不太一样吧 总的来说呢 海盗船这几件无线外设 我觉得想法上还是比较前卫的 而且它们的针对性都比较强 不管是无线充电 还是这个无线的客厅套装 其实初衷都是尽量的减少线材的束缚 这一点其实对于预算比较充足的懒人玩家来说 或者说通俗一点 就是对于土豪肥宅们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按照惯例 我们这一次还是会在微博上抽取两名新运观众 一位将获得海盗船的Dark Core SE RGB鼠标 和海盗船的MM1000无线充电鼠标电 另一位将会获得K63 Wireless 无线红轴机的键盘 以及Lapboard客厅套件 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极客观光博 转发本期视频到微博 并且at极客观光博 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啦 祝大家好运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投币收藏 也别忘了点一个顶 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 那么同样也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观 关于电脑的疑难杂证 都可以在我们每天的推送下留言 飘哥会为大家作答的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也别忘了关注我和飘哥的个人微博 我们的各种见解会定期分享给大家的